感覺他小孩好像每一次打電話都不太想要跟他聊天啊 可能他的小孩還小 還不知道為什麼爸爸不在他身邊 為什麼爸爸要離家 然後到一個很陌生的地方 然後去賺錢 一切都是為了想要改善家裡的經濟狀況 嗨 大家好 前一陣子我有收到一個企業的來信 他說想要邀請邱恆到他們公司 越南的員工們激勵一下講講話 很難得有一個公司這麼重視移工的福利 花時間花金錢去照顧他們的心情 疫情之後然後生小孩 之後就比較少跟移工朋友接觸 去聽聽看移工朋友他們在台灣的心情跟故事 希望透過我的分享他們可以更了解台灣 更融入台灣的生活 我們現在在高鐵站等公司的同仁來 借我們去工廠裡面 大家就跟著我一起去認識這些越南朋友吧 嗨 妳好 看一下這個牌子真的太有趣了 哈哈哈哈哈 OK 謝謝 約約我們演講的是位在高雄的系統貴公司 聘用了約10名的越南員工 老闆希望他們在公司能夠更有熱情活力 也期待他們不論是和台灣或越南的同事 都能愉快相處 所以找我和他們聊聊 如果平常有什麼不方便和老闆說的心情 也藉由這一次的區會 我首先介紹自己就是移工的女兒 雖然來到台灣是留學生 但是也很能體會 離鄉賺錢養家的心情 很慶幸大家都能敞開心房 分享自己的故事 困難或許無法立即解決 但是這一次情愫之後 大家都更了解了彼此 拉近了距離 心情也得到了述發 講座的最後 我們一起玩認識台灣的搶搭遊戲 許多有名的景點與美食 很多人不曾聽說 公司也開始思考 要安排相關的旅遊與體驗 希望讓越南員工們更認識台灣 OK來我們學一家台灣人的拍照品是 新冠甜不甜 這個是椰子糖 有點黏牙很黏牙 它是新芒果 然後裡面有鹽巴辣椒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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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很好吃耶 開心嗎 開心耶 開心啊 開心啊 謝謝你們 謝謝 OK 謝謝 謝謝 我們繼續追蹤你們的東西 哈哈 終始粉絲 好 謝謝 掰掰 今天到高雄 然後認識了一些越南朋友 他們的主管 他們的老闆 都很關心他們的生活 跟他們的心情 大部分大家的困難就是 還沒有學習好中文 然後還不太融入台灣的生活 我有鼓勵他們學習中文 因為這個是最快速可以讓他順利的 帶在台灣的一個方式 有幾位是有小孩的 然後他們的小孩都留在越南 感覺他小孩好像每一次打電話都不太想要跟他聊天啊 可能他的小孩還小 還不知道為什麼爸爸不在他身邊 那我有鼓勵他說 他可以把他的那些心情寫下來 當他回越南的時候可以交給他的小孩 讓他的小孩能夠理解說 為什麼爸爸要離家到一個很陌生的地方 然後去賺錢 一切都是為了想要改善家裡的經濟狀況 為了讓小孩有一個更好的未來 或許有一天他小孩看到他能夠理解 就像當初我看到我媽媽寫的日記一樣 我可以從我媽媽寫的日記看到 他在台灣的工作 他想家的時候 想老公想小孩的時候 他怎麼辦 讓我更珍惜理解 我小時候我媽媽沒有在我身邊那段時間 像今天也有一個朋友分享說 他跟他的老公也都來到台灣工作 然後小孩就留在越南給爺爺奶奶帶 當媽媽之後 我才感受到 離開自己的小孩 是一個很難的決定 沒有看到我小孩一天 我就已經很想他了 對那些移工朋友來說 這一段不是很短的時間 他們小孩還小的時候 他們沒有辦法在身邊陪伴他們 他們的犧牲真的很偉大 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自己的分享可以帶來給他們 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角度 然後剛剛結束的時候 也有幾位朋友說 他想要學寫國字 他想要繼續精修中文 他也想要開始 把他在公司學習的技能 變成一個長遠的目標 太棒了 希望大家在台灣 可以有一個美好的感受 公司的同仁還有主管聊 然後他們說 感覺他們也想要去學一點越南語 這我覺得太棒了 我覺得如果台灣的主管 有學會一點越南語的話 他不僅是一個可以拿來 順利溝通的一個工具 相信他們會感受到你的用心 然後這件事情 也對整個團隊的相信力 一定會更好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掰掰 掰掰